梦了 醒了 忘了 悠了 美了 空了 天远地方 鸡河阳 世上难与 宫柔岗 花为叶儿梧 花也为花儿梦 人为爱人 人孤苦 青岛 忘情 银梁长 来了 去了 花来 你看那孤芳进来 你的悲欢 你看那天荒地老 成不希望 看你情 你熟起 谁短 谁长 谁热 谁凉 谁短 谁长 谁热 谁凉 早点 严谨 鸡河阳 或 关系 好 赵 你要是敢这么光着脑袋走出去 那你的头就掉定 好吧 我给你两天的时间 如果你再执意抗旨 我会亲手把这顶帽子和你的脑袋取下来 放心吧 本王绝不失忆 姑姑找斯兰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 待会我要和金太医谈点事 如果有人来找我 你都替我挡架 那我怎么跟他们说呢 就说姑姑身体不舒服 正躺在床上 等金太医瞧病呢 好 好 姑姑还有什么吩咐 一会儿有可能 范昊正会急风急火的来找我 也替我挡回去吧 姑姑怎么知道范大人要来呢 姑姑能瞎会算吗 柯弘先生 崁磊 尚踩掉 三平 双恒 哎 太后 你及到了 多谢 他是 太后正躺在床上 等着金太医来瞧病呢 太后的病啊 看来本官来的真是疼痛 那不是事情的重点 范大人 您改个时间再来吧 蓝姑娘 没时间了 今天我要是见不着太后 恐怕本官今后 永远也见不着太后了 范大人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不要说说这么吓人的话来好不好 蓝姑娘 是天大的事 我求你了 我求姑娘替我禀报一下 我就跟太后说几句话 好吧 那范大人您在这里等 我去帮您通报一声 谢蓝姑娘 姑姑 您真是神了 范大人急风急火真的赶来了 说有大事要求见您 她果然来了 这说明事情严重了 到底是什么事啊 范大人的神情很焦虑 素兰从来都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 丫头 我一时也跟你说不清楚 你告诉范豪正 说我服了药先睡了 姑姑 您就见见她吧 她说她就说几句话 你不懂 姑姑不能见她 她现在急火攻心的时候 我知道她有什么事情请求我 可我帮不了她 要真见了面 她就下不了台了 范厚正的驴脾气上来 难弄呢 姑姑 她说如果这次见不到您 以后恐怕永远都见不到您了 话说得这么严重 那我更不能见她了 只要见了她 她会在慈宁宫给我出强项令 那我怎么回她 您呢 您招待她 从来 也要还要 是 并不是 一切 你不认得 还是 绝了 要是 过两个时辰再来吧 范大人 太后让我回您一句话 太后说 过大局听摄政王的 我不知道 您找太后有什么事情 可是太后已经知道您要来了 太后她知道我要来 我明白了 范姑娘 请转告太后 说我犯好政 祝她早日康复 范大人 您没事吧 要不要歇息再走啊 是 范号政走了 范大人走了 他的样子好悲伤好绝望 到底是什么事啊 多尔滚要在全国统一剃发 他跟我商量过 这事姑姑也是同意的 范浩正来找我 就是想说服我 来阻止这件事情 我知道了 范大人是怕汉人受罪 有流血事件发生是吗 是啊 在全国统一剃发 一定会有不少流血的事件发生 可这事也必须要做呀 奴才叩见太后 金太医起来吧 谢太后 金太医 你瞧皇上的身体 怎么样了 奴才 向上让她能伤口 你瞧不为 再也能有那些人 你瞧老公 你快上帮你 怎么回来 这会儿 你不不得了 你爽 也不不得了 你送离家 你们去 他 你帮来 来 慢点 老爷 您这是怎么了 您瞧你淋得这样 您瞧这衣服都湿透了 我过会儿给您熬点姜汤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金太医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 秘密地给皇上 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吗 奴才不知道 奴才以为 只是一次例行检查 例行检查 还用得着我这样 郑重叮嘱吗 金太医 你说皇上的身体 完全没有问题 你说的可是大实话 没有半点隐瞒吗 奴才说的都是大实话 奴才从来没有隐瞒过 太后什么事情 不 不知道太后 为什么怀疑奴才 向您隐瞒了什么 我并没有怀疑你 我这样问 只是皇上有个情况 让我感到很奇怪 可照你说 皇上的身体很健康 很正常 可我告诉你 皇上经常做一个噩梦 而且经常在梦中 把自己吓醒 这叫健康正常吗 奴才不知道 皇上做噩梦的事 皇上做噩梦 在奴才检查的那些方面 是体现不出来的 皇上他毕竟年幼 对外界的刺激比较敏感 反应也比较强烈 一般说来 小孩子家都容易做噩梦 这应该说不算什么 太后 请明见 要是皇上 真像别的孩子 偶尔做做噩梦 我也就不去管他了 就像你说的 这也不是什么毛病 可是皇上 永远做一个梦 同一个噩梦 这算正常吗 经常做同一种噩梦的人 他长大以后 他的言谈举止 就会有一点不大正常 怎么个不正常法 说下去 奴才对这方面的政后 研究甚少 奴才不敢讲 你就别跟我打马虎眼了 你是宫里最好的太医 你什么并没有研究过呀 这里就咱们两个人 我今天问你什么 你就说什么 我不会怪罪你的 经常做同一种噩梦的人 他长大以后 他的言谈举止 又异于其他的正常人 怎么个有异于常人 你说明白点 他做事容易钻牛角尖 固执 任性 他想好的事 是很难改变的 他做事 经常不考虑后果 固执 任性不考虑后果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 知道吗 金太医 他可是大清朝的皇帝 一国之君 我不能让他成为这样的人 你告诉我 有什么办法 能让他不做这样的噩梦吗 娘娘 你能不能把皇上做的噩梦 告诉奴才 这个嘛 你就没必要知道的那么清楚 你就告诉我 有什么法子 可以制止这个噩梦 这个法子 这个法子只能是因梦而已 要想让皇上不再做这个噩梦 就要找到做这个噩梦的缘由来 把它消除掉 娘娘 不管是什么梦 都有她的根 根消除了 梦也就消失了 这事 是 你不得判吗 你不得判判吗 肯定是 这是 我 谁 我 又 你 不是 你 自己 你 皇上呢 徽太后的话 皇上和刘公公出去了 苏兰 把枕头给她换上 伍佳姨 姑姑 姑姑 怎么了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扶林你告诉额娘这是怎么回事 扶林额娘问你呢 这是你画的 这刀也是你刻的 你告诉额娘 你到底是什么心思 额娘恕罪 这是皇儿 这是皇儿以前留下的东西 撒谎 这几刀印明明是新的 你告诉额娘 这一刀的刀印 一个个刀印是什么意思 如实说来 不许撒谎 是 这刀印 是 是皇叔这阵王 每次训皇儿一次 皇儿就刻一条 够了十条 皇儿 就在他 头上 刺一个小洞 苏兰 赶快把它拿去烧了 是 弗林 你可真够仔细的 你是不是想杀了你十四叔啊 皇儿不敢 皇儿绝对没这个心思 皇儿只是 挨了十四叔的骂后 心里憋得慌 皇儿 关于摄政王的事 额娘要跟你好好谈谈 听范师傅说 你还做那个梦 梦见你十四叔想掐死你 是吗 是的 额娘 不过皇儿有一段时间 没做这个梦了 可现在老爱做这个梦 我 经常从梦中惊醒 吓得一声冷汗 你想想 从小到现在 你十四叔 对你还是挺好的 皇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一看见十四叔 我心里就紧张 范师傅还说 你担心额娘跟摄政王大婚以后 生了孩子 你会被废掉 所以你不愿意下旨 所以你又做了这个噩梦 是不是这样 福利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 为什么要这么害怕呢 额娘 皇儿看过史书 被废掉的君王 都没有好下场 不是被杀头 就是被 关进一个黑屋子里 不见天日 皇儿 你不用立即下旨了 大婚的事儿 额娘想往后放一放 不不 额娘 皇儿立刻下旨 皇儿已经想通了 懂事了 以前皇儿反对这事儿 是皇儿不孝 皇儿你过来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额娘没有 在试探你 笑不孝顺 这件事啊 额娘已经决定了 皇儿听额娘的 皇儿一切都听额娘的 皇儿 有额娘在 你不用担心你的皇位 额娘告诉你 你担心的事 永远不会发生 现在额娘才明白 这是上天的安排 上天让她不要发生啊 老爷 喝点粥吧 我吃不下 老爷 这粥绣绣都热了好几遍了 你就喝上一口 哪怕是一小口呢 绣儿 端下去吧 我对你们有话说 这是什么世道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连个头发样式 都要赶尽杀绝 这下可真是要大祸临头了 多儿滚她摄政多年 以皇帝自居 我看她是想名垂青史 几根辫子就能名垂青史 怕只能遗臭万年 多儿滚做事 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之 这我倒不惊讶 可连太后居然也三间七口 倒出乎我意料 太后她一向是小心 今天怎么就犯糊涂了呢 这女人嘛 本来就是这样 尽管太后未遵九天 可她还是个女人 假期随机 往后她还不是得恪守复道 相夫教子 乖乖地看着多儿滚的眼色 过日子 挺多的 她也不知道 她是很不光归 我今天怎么纯了 她是最后阵限 恐的 太后阵限了 她就不过 但是妖神 现在不吃火 不然 你不过 可不允许大清的皇太后 染上一丁点病 范侯正今天来过吗 来过 我借病 让苏兰回了她 那就好 我就担心你来个新软 接见了她 听她胡言乱语 这怎么可能呢 全国统一剃发 这是迟早的事啊 我既然表态支持你们 岂能出尔反尔呢 这个范侯正啊 有点 不是好歹 怎么 你们谈得不好吗 其实是不好啊 简直是翻天了 你让我跟她好好谈 我也觉得她是个人才 对她爱惜有加 宽厚有加 我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克制 可是她呢 她明确反对这件事 她说的话都可以杀头 我以大清摄政王和皇上的名义 命令她返回江南完成提发 你知道她干什么了吗 她居然取下官帽公然抗旨 我当时可以把她抓起来交给刑部 但是我没有 我给了她最后一次机会 我让她在两天之内答复朝廷 如果还继续抗旨 那只有沙头朱九族已经摆关了 看她的照片 你应该也不能偏见 她的态度 我会说那儿 这位是大厅 这位是兵贵的 我呢 要继续的 你坐下 什么事 你坐下 杜尔滚 你怎么不说话呀 是不是我把大婚的日子往后挪的想法伤害了你 可是杜尔滚 小玉儿的事 实在让我 小玉儿的事 我心里也不好说 那就按你的意思 把日子往后挪吧 反正皇上也没下旨 对不起 杜尔滚 其实我倒没什么 真正苦的是你 宇儿 我要你知道 我对你的真心一点一点 我不逼你 不逼你给我个准日子 等你的心情转好了 你就告诉我 我会的 你看啊 照规矩 摄政王大附近的位置 不能老空缺 你看怎么办 那你看上谁了 就先把这福尽之位给填上吧 这是什么话 天下所有的女人加起来 也比不上你 瞧你说的 我觉得我都快成老太婆了 老太婆 今天晚上把我这个老头留下来 行吗 老爷 您说多尔滚给你两天期限 那两天以后 他们会把你怎么样 八官杀头 你救足 这还得了 老爷为大清出生入死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这大清 也太过分了 这就是得罪朝廷的侠仗 哪个朝代不是如此 这要是放在明朝 像我昨天那样顶撞摄政王 早就伤手 早就伤手易出了 老爷 咱们逃吧 逃到深山老林去 过一个与世无争的日子 往哪逃啊 这天下各府各州 哪个不认识你们家老爷 你逃得了吗 再说了 我犯后正其实怕死之辈 怕死 怕死我当初就不会自愿投身官场了 我担心的是你们 要逃命 你们得趁早走 不 老爷 要死 咱们死在一块 对 生生死死 我们都陪着你 我是舍不得你们陪我死 我范家上下九族 加起来有二十几口子人 我想好了 我给太后写封信求她开恩 免我范家九族 连根拔起 我累了 我太累了 老爷 和洛惠来了 说是要见您 德海 你 就说我病了 把他领到我这儿来 我这就躺下了 范大人病了 什么 病了 对 早不病晚不病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病啊 嗨 老爷昨天不是进宫了吗 淋雨了 回来之后就打摆子 忽冷忽热的 都折腾一个晚上了 老大夫瞧过了吗 瞧过了 这不一记要下去 刚缓过点劲来 来 何大人请 大人 范大人 听说您病了 怎么这么巧啊 大人 我家老爷身体虚弱 不能起床 请大人见谅 我说范大人哪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昨天奴才 在门外听见你顶撞摄政王 真是为你捏了一把汗 说实话 这要不是摄政王宽宏大量 是啊 本官知道 本官知道摄政王放了本官一马 否则本官早就骨骂分尸了 要说摄政王对范大人 那可真叫钟爱有加呀 这不 今儿给没见您进宫 就特地令卢菜 来看看范大人您 感谢摄政王的体虚 本官有病 进不了宫了 幸好摄政王英明 让奴才过来瞧瞧 否则到了明天正午 您可就过了 朝廷给范大人的棋线了 我说范大人哪 这身为朝廷中人 这件事情 你还真不能死扛着 你何必闹个满门抄斩呢 你看看 这新娶的小夫人 多么水灵漂亮啊 你却狠下心 连累他一块去死 您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你 好 范大人 那你就好好养病 摄政王 让奴才讨范大人一句话 是不是病好了 再去江南不迟啊 我这病啊 不是好不了了 修啊 送客 大人请 范浩正 你以为你是谁啊 摄政王如此待你 你就这么不知好歹 你以为有人捧着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就你这德行 杀你一千次都不为过 你就等着满门抄斩吧 刘公公 刘公公 范浩正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别跪了 别跪了 快说吧 我说我说 奴才刚才打听到的消息 范浩正这次是死营到底了 他连摄政王派去看他的合罗会 都给赶出来了 是吗 这回范浩正啊 他脾气怎么这么倔 这可是要株连九族的呀 他的家人 我倒是可以替他保住 可这倔驴的脑袋 我怕是保不住了 要说这范大人 平日里很低调 怎么一倒着节骨眼上 骨头这么硬呢 姑姑说实话 素兰还真有几分钦佩他呢 再硬的骨头 等到明天正午 摄政王的期限一到 也硬不过这鬼头大刀了 那姑姑不想出手救他吗 当然想 可我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 他明明知道我是同意剃发的 还这样抗 他抗的不是多尔滚 他抗的也是我呀 太后 这范浩正一死 这剃发的事 恐怕会有更多的波折 再说 您身边 也少了一个有用的人了 姑姑 你要想救范大人 就得赶紧想办法 要是等到明天 想救都救不成了 岁月 岁月 还是花 种瓜 的都 种豆的瓜 是什么她 这样做扬长 不小心 就走进了瓜 天里下 越小心 越走不出 迷魂八卦 呀 今 看 是雨霸 远看是花 种 瓜 的都 种豆 的瓜 是什么她 这样做扬长 不小心 就走进了瓜 天里下 越小心 越走不出 迷魂八卦 呀 这天下 这天下 真叫做江山 入花 这人间 真叫人心 烂如马 山 是 山 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